人民不能再忍受这种严重肮脏空气的污染 不能用人民的健康换取你们的选票 政府市长一定要有所作为 不能再继续涂害这里大理雾风 所有台中市民的侄子孙孙 先降载再换照 大理雾风很愤怒 大理雾风很愤怒 先降载再换照 先降载再换照 市长昨天的做法引起了全台中市民非常的不满 因为台中市民长期以来感受到污染 空气污染已经忍无可忍 大家都眼睛睛的睁开眼睛再看林市长要怎么做 结果他昨天让大家大失所望 他就直接同意换照 其实我们台中市民我个人有起主张 明年这九步机组二月份明年才到期 林市长你急什么呢 你应该要求台中火力发电厂先降载 先改善空气污染 有成效以后才来换照 如果他们空气污染改善的不好 成效不好没有降载的话 那明年二月我们就不要给他换照 可是林市长昨天是无条件投降 明年这九步机组的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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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年这八股 他急什么呢 明年这九步机组的照